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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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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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从这里看到了摩西的智慧 如果这位领袖没有寻求上帝的声音 他很容易就会忽略西罗菲哈的女儿们 这可能不是摩西第一次将人们的难题 承到上帝面前 但这做法绝对是一个正义领袖的内心所为 尽管他们的请求似乎合理 然而摩西显示出了他的谦卑和谨慎 他不愿意在没有上帝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自行决定 这段经文也向我们展示了 以色列的案例法是如何运作的 一般的律法会被颁布 然后合法的例外情况或特殊考虑 会提交给长老 甚至可能会成交给摩西本人 然后他会等待上帝的决定 《民数记》二十七章六至八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西罗菲哈的女儿说得有理 你必要在他们附近的弟兄中 把地分给他们为业 要将他们附近的产业归给他们 尼瑶小玉以色列人说 人若死了没有儿子 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 似乎上帝对于西罗菲哈的女儿们 将他们的关切呈现给摩西感到满意 因此上帝宣布 如果一个父亲没有儿子 他的产业将传给女儿 这在当时是继承法的重大变革 显示了上帝的公平 和对所有子女的关怀 我们甚至读到了归给的字养 在西伯来语中 这个词是阳性的 表示在这种情况下 女性应该享受男性的特权 这是一个预示 蜀天的迦南并不仅属于男性 也同样属于女性 这些律法是基于 对迦南地继承的期望和信念而制定的 这只是针对西罗菲哈的女儿们的问题 因为她们是有信心的女性 她们真正相信以色列将占有迦南之地 西罗菲哈的女儿的案例 有助于使以色列人的继承法更为明确 由于西罗菲哈的女儿的裁决 女性被列为财产合法继承人的名单之中 继承顺序依次是 儿子女儿兄弟父系叔叔和氏族内最近的亲属 她们不允许在支派以外转让财产 在《弥书记》36章中 我们再次听到了 关于西罗菲哈女儿的信息 这次是关于她们可以与谁结婚 一个潜在的问题浮现出来 如果现在拥有土地的女儿们 嫁给其他支派的男人 她们将带着她们父亲的土地加入丈夫的支派 上帝将一个可能成为大问题的事情 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 上帝指示 西罗菲哈的女儿可以在她们父亲的支派内 嫁给任何她们想要的人 《弥书记》36章7节说 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 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 五位姐妹遵循了这个规定 嫁给了她们父亲一侧的堂兄弟 这是她们的产业保留在支派中 《弥书记》36章10-11节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西罗菲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 西罗菲哈的女儿 马拉 德撒 荷拉 密加 罗阿都嫁了她们伯叔的儿子 在整本圣经中 上帝对寡妇和孤儿特别关心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读到 上帝为她们做出特别的安排 就像她为西罗菲哈的女儿所做的一样 上帝是所有成为孤儿的儿女们 慈爱的父亲 诗篇68篇五节告诉我们 神在她的圣所做孤儿的父 做寡妇的申冤者 她的目的是向孤儿展示 她怜悯 关怀和保护 因为这些等待的孩子 对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她们对作为她的教会的我们 也应该同样重要 正如圣经所示 公义是上帝的基本属性的一部分 因为即使只有一个孩子 不知道家庭的爱 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公正 而现实中有数百万的孩子 正生活在这种境况中 《生命记》十章十八节说 她为孤儿寡妇申冤 又怜爱寄居地赐给她衣食 此外 诗篇十篇十四节说 其实你已经观看 因为奸恶毒害 你都看见了 为要一手施行报应 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 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 上帝应许那些无法自我保护的人 给予他们安全和帮助 他还要求我们要为保护自己 做些什么 上帝邀请每个人 在追求公义的过程中 发挥自己的作用 圣经中的家谱很少提到女性 教会内的男性领导地位原则 由使徒保留 彼得前书三章一至两节写到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到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真洁的品行 和敬畏的心 他们在行为上意义不容被夸大 西罗菲哈的女儿们来到会幕的门口 这是集会领袖召集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是全地的判决者的所在之地 他们寻求上帝的保护 那以保护弱者权力著称的上帝 确保他们在土地上有合法的地位 以赛亚书五章八节 或在那些以房接房 以地连地 以至不留余地的 只顾自己独居境内 西罗菲哈的女儿们所提出的请求 为他们赢得了公益 也使以色列获得了一个永久的律法 以保护其他处于类似境地的人 这在以色列的进程中 不是一个偶然的细节 这件事的属灵意义是巨大的 迦南是上帝与他子民建立相交的家园 如果有人被排除在外 意味着他们被挡在上帝的相交之外 迦南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 也不仅仅是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象征 通过这里所获得的教导 我们学到男女都将进入上帝的国度 因此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 这些女性们接受了该怎么做的信息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勇敢 他们大胆地将自己的问题 撑到摩西面前 摩西是一个谦卑和温和的上帝仆人 他没有将他们驱赶或贬低他们的主张 而是将他们的问题带到主面前祷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需要勇气 事实上如果我们真正希望 面对阻碍并获胜 勇敢应该是我们需要的最大特质之一 在圣经中勇气也被译为放心 安心英语goat cheer或中文又是翻译为放心 就像马可福因六章五十节中所说的 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 是我不要怕 希腊语中翻译的勇气词汇 字面上意味着大胆和自信 在圣经中勇气是恐惧的反义词 当上帝命令我们不要惧怕 并且要勇敢的时候 他是在命令我们不要害怕要安心 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说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福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在这个伟大的应许中 预含着我们信心勇气和安心的基础 虽然圣经里有关这些姐妹本身的细节很少 但仔细阅读 这些经文描绘出了聪明虔诚的女性形象 其中两位姐妹的名字 罗阿和德撒曾经是以色列的流行名字 大胆充满细心和勇气 恰当地描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西罗菲哈的女儿 让我们祈祷 亲爱的天父 当我们战胜困难时 我们知道你的心是喜悦的 因为当我们征服挑战而获得胜利时 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你的真实存在 我们可以坚韧不拔 并且在面对阻碍时不会崩溃 就像西罗菲哈的女儿 西西加和雅各一样 我们意识到上帝赋予我们力量 使我们能够在胜利中成为得胜者 仅次于我们在受到挑战时保持坚定的勇气 帮助我们始终仰望耶稣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它是永远足够的 奉耶稣的名 勇气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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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